字 jeg,宰生活 字,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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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欢迎收看字,宰生活 字,宰生活 我是慧篇 在中国古代男人有个三妻四妾 是很常见的事情 我们也常用坐享齐人之福来形容 但是呢其实齐国的宰相燕英 却对他的妻子忠贞不二 当时的君王还要送女儿给燕英做妻子 但是呢燕英说我的妻子跟我结法多年 我不能辜负他 于是他就感谢主公的好意 还俯身而败 委婉的拒绝了 成为一段佳话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字就是 齐人之福的齐 我们平常用到这个字 例如整齐总是有平整共同的意思 但是呢在他的字型演变上 却是跟农作物有关 这样子是不是很难想象呢 我们从甲骨文就能清楚了解到 齐的由来以及用法 这个是甲骨文 来看一下像什么 有点像是叶子哦 不过呢其实他要表达的是麦穗 古人种田啊 那个田里面的麦子就长得整整齐齐 就是齐字的本意 那经文的字型也是差不多 因为麦子长得整齐画衣形状又差不多相似 所以呢就用麦来表示平整跟共同的意思 那这个是经文的另外一种写法 在三株麦下面还多了一个土 表示从土地或是田地上生长出来的麦穗 那最后看到的是齐的小传 跟现在的写法比较相似 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何麦土碎上平也 指的是何麦不论是地处高低 所生长出来的长度大小都整齐一致 齐是平整整齐的意思 例如良友不齐 参丝不齐 也代表完备一致共同 例如齐全齐名并驾齐驱百花齐放 在礼记的大学中有提到日治齐国者先齐齐家 这个齐代表整治整理 而读做齋的时候有宿静庄重的意思 例如齋素 读做姿式衣服的下摆 例如姿催是一种三福 接着快速看一下基本资料 齐读音有四个 分别是齐移齐 知哀齋 姬意记 以及姿 部首是齐步 总共十四话 现在齐写一次吧 简体字上下都有省略 汉语拼音 齐齐 齐 齐 祭 姿 在很久很久以前 拥有七八百年历史的周朝 是最早施行封建制度的朝代 那我们刚刚开头呢 有提到的齐国则是 周代封建制度之下 第一个被分封的诸侯国 所谓的诸侯国指的就是 在封建时代 天子把自己直接管辖的 王姬以外的土地 分封给予各个工程 并且来授予他们爵位 又依分封面积的大小跟爵位高低 可以分成功侯伯子男五等 在当时的西周宗法制度 施行非常的严格 只有嫡长子才能够继承爵位 享有诸侯的权利和位置 那其余的儿子呢 就是享有亲大夫 享有十亿 齐国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了 周武王为了要筹谢功臣 和宗室大型封建制度 江太公因为辅佐 武王克因有功 更是西周的开国元勋 在首次实行分封的时候 他被封于迎丘 国名为齐 所以呢又称为江姓齐国 史称江齐 而在诸侯中得到崇高的地位 是周承王在三戒之乱以后 是赵康公命令江太公说 东至海西至河 南至牧林 北至吴立 武侯九国时得征之 齐国从此得到实质上的征发之权 并且定都迎丘以后 太公因应当地的风俗 简化了礼节还修改了制度 发展工商业等立民政策 稳定了当地的政局 使齐国的人口大增 成为周朝中的大国 又成为春秋五霸跟战国七雄之一 分成江齐和田齐两个时代 在江齐的时期 出了两位有名的宰相 一位是辅佐齐桓公的管仲 另外一位呢 则是辅佐麒麟公 齐庄公以及麒井公的燕英 执政齐长达四十八年之久 还历经了三代国君 虽然燕英遇到的 几乎都是一些平庸的国君 但是也因为他的 卓越的治国的才能 以及功生力行的作风 维持了齐国的一代盛世 史学家把他所处的时代 和齐桓公的时代 并称为环景盛世 燕英常被称为燕子 是春秋后期重要的政治家 思想家 外交家 根据燕子春秋记载 有一次燕英奉命出使楚国 楚王对燕英过人的机制 早有耳闻了 所以就想要借机羞辱他一般 就问左右的将士说 听说这次齐国 派燕英到我们楚国来赴宴 我想羞辱他一般 你们觉得该怎么办呢 旁人就提议说 就我所知 燕英身材矮小 并且长得其貌不扬 来我国时 就开侧边的小门 让他进来就好了 燕英到了城外 看见大门没有开 就不慌不忙的说 使狗国者从狗门入 金城使楚 不当从此门入 意思就是说 我今天到狗国来出使 就从狗洞进去 可是今天拜访的是楚国 不应该从这个门进去 那楚王一听 只好开了大门 请他进来 在宴席上 楚王他又故意 让人带着一个窃盗犯 来燕英的面前 就说 这是齐国人 还问燕英说 你们齐国人 是不是生来就喜欢偷窃啊 燕英他依旧巧妙地回答说 菊生淮南 则为菊 生于淮北 则为止 叶图相似 其食味不同 所以燕者河 水土亦也 金明生于其不道 入楚则道 得无楚之水土 使民善道也 燕英以菊 在淮南生长的时候是菊子 到了淮北的时候就变成止了 用以表示原本齐人在国内从来不会做一些犯法的事情 可是到了楚国就变成这样子了 当然 这个是环境的因素啊 可见燕英他是一个聪明机智的人 又勇敢 他内府国政 屡见其王 还竭心尽力地拯救齐国的内忧外患 朝政危机等等 在初始外交上呢 更是以机智的反应 捍卫了齐国的国格和国威 孔子也称赞他 就民百姓而不花 行补三君而不有 燕子果君子也 司马迁呢 他是更是发出这样子的感慨 他说假如燕子还活着的话呢 我就是为他执鞭架嘛 也是心向往之啊 在春秋后期的乱世之中 齐国虽然是由燕英来辅佐 但是呢 仍然内忧外患不断 霸业渐渐地崩盘 秦大夫就开始相互的兼并干政 当时燕英曾经说 齐国之政 足归于田氏以 果真在燕英去世以后呢 这个政权就逐渐被流亡到 齐国的陈国公子 田丸的后代所取代了 田氏因为失惠于民 所以得到民心的归顺 越来越强大 齐康公被田河 放逐到临海的岛上以后 就自立为国君 齐太公 从此以后 将信齐国被田氏取代了 田和正式称侯 仍然沿用齐国的名号 视称田齐 以显示和将信齐国的区别 史称田氏代齐 那田信齐国从此 也成为战国七雄之一 在历史上 好几个朝代的末齐呢 都会上引一段 外戚宦官乱政 那这个齐国也不一例以外啦 虽然说田齐的后期 太子田建是幼年即位 由母亲临朝主政 可是这位君王后 她其实非常的贤民 在纷乱的战国末期 却维系了 齐国四十多年的和平 苏东坡曾经说过 君王后能在六国纷扰之时 为国家带来四十年的和平 是一项很大的德政 但是呢 这个君王后死以后呢 就由她的弟弟后盛来执政 后盛是一个贪官 不断的收取秦国的贿赂 还将齐国推向灭亡之路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自圆其说 小兰要跟大家分享 齐人之福的故事 别走开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次 değ嫌